欸 奇怪欸 他們可以嘴秋我就不能嘴秋他們 如果你覺得今天我嘴秋的話 你可以嘴秋回來啊 你的嘴就是沒有我秋 所以你就是嘴不過別人 你就打人 那今天清雯你有看嗎 他媽媽出來說我的小孩子很乖 他認錯了呢 那你覺得 每個犯罪者的媽媽出來都會說 我的小孩很乖 都是被別人帶壞的 我覺得媽媽如果都已經看到 這麼荒謬的情形 然後還可以繼續幫自己的小孩說話的話 那可能要考慮說會不會是教養的問題 才會養出這樣的小孩 我們也是混過同學 我就覺得說兄弟是 兄弟聊 我覺得說媽媽出來就不正點 就你還在媽媽10塊 媽媽很辛苦 媽媽養育你很辛苦 那自己決定走這條路 就不要叫自己媽媽出來談 其實你如果有混過就知道 在兄弟的世界裡面 打女人是非常丟臉的事 兄弟出來混不就是要面子跟前嗎 你打女人到底有多丟臉 但是他竟然來打你 我錯了一個點 就是我被打完之後 我沒有立刻開直播 請大家傳承我的意志 我覺得我跟前輩比起來 我還少了那麼一些些 我弱了 我現在很厚耶 我都已經做給你看了 對 你到底是 我就很擔心 我的網紅生涯 沒辦法繼續下去 是 所以我現在來你的直播 我傳承一下我的意志 我有點害怕 我那個叫槍手 你這個叫什麼手 拳手 拳手 拳擊手 就是這個打手 他負了這個責任 那他的代價又很輕 其實大家可以了解到 今天也許 Right 也許連討厭阿管 也許連討厭 討厭 也許今天被打的人 你會覺得很爽 但是如果這樣的風氣起來 他如果有一天 你們各位的親朋好友 家庭姐妹 得罪了誰不知道 所以恐懼感是這麼來的 任何人走過來 會不會又 是你嗎 對 甚至 你也搞不好 他被打的時候 花錢的人站遠遠的在旁邊笑 笑得很開心 對 看得很爽 所以這種事情 我知道聊天室人說被打得很好 網路上嘴一句 總是不會掉一塊肉 其實人真的沒那麼壞 就像聊天室這些可愛的寶貝 他們其實不是那麼壞 他們只是為了嘴而准 我們講任何話 你都認為是嘴丘 那嘴丘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不要說因為今天 你討厭這個人 他被打就活該 你喜歡這個人 他被打就同情 希望大家立場一致 可以嗎 所以關於那些 說我們什麼 因為活該 嘴丘 平常就是講話太長丘 叫你收斂的這些人 我想要問一下 你們平常在網路上 講話夠收斂嗎 你們會不會 也常常在底下當酸民呢 那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的情況之下的話 你覺得你應該要被暴力對待嗎 你講任何一句話 別人看你不爽都要被打嗎 三斤你這次被打了之後 我會怕了吼 不敢講了吼 我今天在你直播 應該還是在繼續嘴丘吧 其實 我個人覺得沒有必要 為了 因為暴力威脅 我就改變我自己 因為我本來自己又沒有錯 我沒有犯錯 我被暴力對待 我就閉嘴了 那就告訴大家說 暴力是有用的 以後 小孩不乖我就打他巴掌 以後他就不敢了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看很多聊天室 一直在那邊 在討論說 你們還是繼續在跳針什麼 你們嘴丘 你們嘴丘 其實 其實你要把 你要冷靜 你要把聊天室這些當作愛 Love No 因為今天我要看誰嘴丘 我想說他可能是下一個 現在嘴丘會被打 小心 像 氣質啦 奇怪 他們可以嘴丘我就不能嘴丘他們 如果你覺得今天我嘴丘的話 你可以嘴丘回來 你的嘴就是沒有我丘 所以你就是嘴不過別人你就打人 LOSER SHIN ON YOU